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欧洲乃至全世界 都具有相当重的话语权 法国人帮助引进了坦克和飞机 他们开发了电气输送在推动欧洲进程中 可谓功不可没 但在接下来的日复一日中 法国士兵英勇好斗的热情和独具一格的智慧 逐渐的定格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 在1933年以后 法国的军事装备 也没有一张时机那么玩备了 法国人虽然引进了坦克和飞机 但却不得不依靠战马返回战场 法国管理层党派林立 政权更别频繁 与此同时 希特勒的上台执政时宜战后的德国国力迅速上升 德国的日历强大 让法国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在此基础上 马其诺防线建立了 那是抵御德军的第一道防线 马其诺防线是20世纪伟大的奇迹 也是法国另一个凡尔赛世界 八十七英里长 几百英里宽 位于法国和德国的交界处 从部队军营到炮塔 从军工厂到池塘都有电车 标堡里有影院和其他娱乐放松场所 马其诺防线是法国东部一道人工的屏障 暂地于德军 保卫国土方面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道防线毫无疑问是牢不可破的 但是历史总是与它惊人的转折 让人们措手不及 德军还是突破了这道防线 继而攻占了法国 迫使法国签订了带有羞辱性的停战协议 1940年法国指挥官家麦兰将军有一百多个部门 其中包括十个远迎英国的军队 四十个驻家在马其诺雕堡岛 五个派到瑞士边界沿线 四十个在德军攻克比利时的时候 驻家在了比利时 而此时 加麦兰将军的支点却在阿登高地 阿登高地一守南宫 森林茂米 小路蜿蜒齐驱 是马其诺的天然屏障 加麦兰将军却派了装备和坐在能力最弱的十支军队驻家在这里 在1940年的春天 德军一切爱计划进行着 五十支德国军队蠢蠢欲动 报告源而不断地送到了加麦兰将军的手中 但是加麦兰并没有重视 他采取等的策略 等盟军与德军在数量和装备上可以相提理论 然后再开始进攻 一切行动都是为自己的计划而服务 甚至法国已经知道德军袭击的具体预期也无动于衷 德军炸毁了莫茨河口大桥 荷兰一封为二 与此同时德军占领了比利时南部的埃文埃曼尔撩散 很快 在德国胜多基西的陷阱之下 加麦兰将军将最好的军队调到了荷兰和比利时 法军一行至比利时北部确认未见战争 此时德军已经翻越了阿登高地 向着马其诺标报前进 德军有条不紊 先通作战 而法国因缺防领导而拦散 加之武器老化出故障 法国的炮手很快就在长官的带领下投降了 马其诺就这样被攻破 消息 传到巴黎时 法国陷入了绝望之中 这场法的直战已成定局 马其诺精神和静作战的态度 让法国士兵误以为不会再有战争 而这恰恰是导致法国走向毁灭的罪魁祸首 拿破仑曾说 雕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在这雕堡之中 安逸而优先 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屈窍 在这里精神不必高度紧张 亦不必考虑生命安全 而对于一些军队而言 最忌讳的就是懒伞 法国军队将近有40万人 驻守在马其诺碉堡之中 换句话说 也就是有一半的法国军人 每天都在轻松的氛围中 逐渐的消磨了军人甘友 德斗志和为国家献身的精神 是地 碉堡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摧毁一支军队的 从来都不是敌人的强大和战争的残酷 而是安逸的环境和维米的精神 从军队对比和国力对比上看 法国人并不是输给了德国人 而是输给了自己的马其诺精神 感谢您的大筍 感谢您的深恕 感谢您的老百勂 jeżeli我最后 没有太决于 repente 或认为又棘身的隐藏 必项有什么 确定是cera al彼于族胎 感谢观看